第七題它說新聞的標題是化學潮車翻覆什麼什麼什麼外洩 那這個什麼什麼什麼要填入什麼才適合 這個所謂的新聞標題就是這個題組的最開始跟各位寫了一個新聞報導 說有一個30噸的本乙溪的化潮車 然後胎壓不足失控翻覆 然後有大量本乙溪外洩這樣之類的東西 那麼我們前面已經看到過了 這個本乙溪呢它不是所謂的存類 也不是有機酸 而所謂的天然瓦斯 如果這個瓦斯是指的天然氣 它是所謂的甲碗 如果是液化石油氣是所謂的餅碗 所以也都不是我們的本乙溪 所以這裡的標題呢我們只剩下一個可以選 因為它是屬於氫類氫類 所以呢它是所謂的有機物質 所以這個什麼什麼什麼外洩的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要填的是有機物質 所以我們第七題的答案呢要選擇的是豬